桃園市政府文化局将在7月7号召开 主委福海工历史建筑登陆案重新审查 而对于部分信众来说 由于忧心福海工的历史建筑恐怕会受到影响 因此也在7月3号上午前往桃園市政府文化局进行陈情 我们今天只是要政府重视这个历史建筑 搬迁与不搬迁这是两件事情 但是历史建筑这个身份角色 你要去重视这些资产 这些当初的材料都是台湾无精 现在已经进采了 然后这雕刻事物已经凋零不见了 所以里面的包括书法 简连 木雕 石雕 彩绘 在国内你很少看到这么漂亮一个庙堂 所以才在三年前的时候 文资审议委员会的委员 才会多数决通过认定它为历史建筑 主委福海公由于富含历史价值 因此在民国106年文化局也同意将福海公登陆为历史建筑 但对于支持搬迁的信中来说 福海公先前已经通过管理委员会及审明同意 因此希望能撤销历史建筑进行搬迁 数决在委员会 正统的委员会 是多数决庙要签 我们也不要历史建筑 那文化资产是软体的 文化资产就好比说我们福海公 全国很出名 贝兰教 贵金会 这个你们要从A地到B地 一样是文化资产 历史建筑就不必要了 那么王公做现在拔杯也是7比4 赞成要搬迁原地方 主委福海公面对历史建筑的问题 有的信众希望保留历史建筑 而另一派信众则主张要取消历史建筑进行搬迁 对此陶渊市政府文化局也针对目前情况进行说明 要秉持总理原则依程序来处理福海公的争议 澄清没有什么叫做违法审查 我们是例行性的举办审查大会 而且也不止这个案子有7个案子 再来就是说我们也要澄清 不是文化局独职没有公告 而是它的保留范围没有界定 我们就无法公告 这不是我们的文字科失职 而是我们照例行性的这个程序在处理 那他这个庙方请求要异地重建 就异地重建我们本来就要靠审查大会 所以我觉得针对一些 没有真正完全了解事实的一些内容 我们在这边也做相关的澄清 目前针对主委福海公的历史建筑争议 虽然陶渊市政府文化局先前 以同意福海公设为历史建筑 但碍于程序问题 目前仍尚未公告为历史建筑 对此文化局期望要透过会议 借此讨论出适当的解决方法 记者王中军团内报道 对此文化 感谢观看